所以重機算是一種運動項目 它其實 如果你到騎得飛快的時候 當然是一個很激烈的運動 如果說只是遊山玩水的話 我覺得牽車的時候 比較像在運動 在旅遊 騎上車 是很輕鬆 舒服的 其實是會把肚子養大的 教練 沒有關係 我們如果把肚子養大 也表示是一個生活悠然自得 很Chill的感覺 是 對不對 那我要做什麼準備 就是 第一 因為這是妳的第一堂課 既然妳說妳會騎檔車 但是15年前 我其實現在換檔什麼 也已經都忘得差不多了 對 我就要重新幫妳建立一些記憶 好 我們看到這麼大的車 所以我們要先做點暖身 先拉拉筋 尤其是手臂的肌肉 腰部的肌肉都很重要 我們真的以前也沒有這個習慣 是我們到日本受訓之後 然後在日本每一堂課都要 這樣子做暖身操 然後我才發現原來 實施暖車操之前 駕訓班的肇事率還滿高的 落實暖身操之後 明顯就少很多 所以教練 你們為了就是讓大家 有比較好的學習效果跟安全 你們還特別去日本受選 對 因為我們台灣這一套 考駕照的流程是日本人設計的 但我認為既然摸索的話 直接到日本原汁原位 應該是最快的 好用心 對 騎重車 我們就很講究騎乘姿勢 所以我示範一下騎乘姿勢給你們 好 一般人在上重車 這樣子的騎乘姿勢是最常見的 聳肩 對 聳肩 然後很威武 很威風 而且這是不對的姿勢 會發生一個狀況就是 我的龍頭被限制住了 我能轉動的方向很少 但我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手打平 我可以很輕鬆地 把我的龍頭做到全部的剁腳 跟我在騎越野單車的時候 有點像 就是要 這邊要放鬆 你會比較好操控 那個龍頭的地方 沒錯 有點彎腰 腹部出力 頭太高 盡量不要去看椅標板 對 這是基本的摩托車操控 好 好高 好 打入一檔 輸一檔 攝影師 我只能說你們自己 小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好嗎 我是 不怕 我比較怕撞到你們 很好 到了直線的時候 可以把它換到二檔 換到二檔 對 好 油門吹一點 騎得還不錯 我們可以看到Wendy 現在其實騎得不錯 稍微緊張一點 所以它在緊張的時候 它的頭比較沒有看進去彎道 因為這也是我們待會兒可以 修正它的地方 待會兒離合器拉著 拉著 然後把車對正 用後煞車讓車停下來 不要用前煞車 後煞車 用煞車踩著 踩到底 好 OK 沒關係 這都是 待會兒我們在好好訓練的時候 這些都可以改善 我覺得停車的時候 然後完全撐不住 對 所以我們停車 首先打到N檔 好 N檔 然後熄火對不對 對 熄火 好 小車住 車住 車住 車住都有一點踢不到 OK OK 好 你看看我的手 我手推動我的籠頭 推下去 車子就傾斜了 所以我們轉彎就可以很快地 轉進來 左彎推 左右彎推右 對 好 超你吃飯的 現在痕痕加速了 好 酥酥瘦了 是不是就可以收腳 好喔 拿一件鞋子 一手抓下 五手 一手抓下我嘛 然後用大腿力氣 往後走起來 四 六 七 八 很好 八秒 八秒其實不錯 代表這個穩定性開啟 再來就看直線加速 因為直線加速有很多人 在這個端卡挑戰失敗 第一 因為需要瞬間的換檔架 這樣加速 如果技巧不成熟的話 有時候會卡住 那煞車的時候 如果錯過煞車鏈 有時候會煞不下 那有時候一緊張太早煞 也有可能會提早 很好 車停得滿穩的 有 又是左腳落地 其實教練在教的規範都有 但我覺得女生騎車 很重要就是停車 一定要練到4085 不能停的時候會搖搖晃晃 因為這樣子很危險 好 剛剛騎得還不錯 就勉強考過了 一定還要再多練一下 好